我们州政府其中25%的拨款 也就是5万令吉 我们将作为高中同考优秀生基金会 我们要奖励每一位在高中同考考获家记的学生 小弟知道碧利州有些读中 甚至有学生拿10个A 9个A 8个A 其实这些学生长年以来都没有在体制下被承认或者被重视过 所以我们必须通过这个机制 以州政府的姿态承认他们的付出 承认他们的家计 让他们有一个归属感 如果现在去台湾读了四年大学 去中国读了四年大学过后 他们会记得马来西亚是我的家 马来西亚是我的根 我们也十分鼓励 州内的读中举办任何可以提高老师学生技能的活动 所以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安置三名读中 他们即将在5月尾举办全国华文读中科学营 这个活动就是符合州政府提高师生技能的愿景 所以州政府25%破款也就是5万令吉 绝对可以用在如此有益师生的活动 也减轻效仿办活动的经济压力 感恩颜登义带领的霹雳州董联会 多年以来鞠躬进瘁 为我们州内华文教育的付出 所以去年我们也首开先河 破款10万令吉给董联会 我们要给全世界都知道 董联会是我们州政府的好朋友也是老朋友 我们要以实际行动力挺董联会 以实际行动支持董联会 我们也要很明确的告诉外面呐喊叫嚣的 极端保守分子 如今人民已经选了对的人 马来西亚也绝对不会走回头路 我们会继续走对的路 我们会继续捍卫马来西亚多元流教育 达到百家争鸣 百花其放的目标 环节政府绝对不会像全朝政府一样 让董联会孤零零的一个人在华侨课题上作战 我们肯定会继续与霹雳州董联会并肩作战 一头携手 捍卫华教 守护华校 让华教成为我们的骄傲